一三五六, 由爱故真望和和, 便起了阿赖耶的本事, 明耶发生, 所以以一不绝故心动, 说明为耶。 所以在这诸位, 什么是耶? 诸位, 旺动就是耶, 旺念就是耶。 所以在这很多的记事就说, 哎呀师父啊, 我业障很重啊, 怎么个宵夜啊, 念什么佛号? 不, 那就是因为你的妄念太多, 妄动的执着太多, 你就卡到了耶。 如果有一天, 你就像佛陀一样, 无所住, 无所执着, 在维系的妄念, 统统了悟了, 那么耶性本空, 耶就不存在了。 所以很多记事来, 就问, 就告诉师父说, 师父, 我的业障很重啊。 那我就问他, 你的业障有几公斤呢? 对不对? 有一个女记事来啊, 说, 师父啊, 我业障真的很重啊, 麻烦你也帮我消一下, 消消灾。 我说, 行, 我就伸手。 他说, 师父, 你做什么啊? 我就伸手。 你把业障拿出来啊, 我把你消一消啊。 他说, 我业障拿不出来。 业障就是你的妄念。 业障就是你的执着。 业障就是你不可改变的习气。 业障就是你不认命。 业障就是你没智慧。 业障就是你天天都产生分别心。 业障就是你百瞻计较, 叫做业障。 业障就是你不能离一切向, 不知道凡所有向皆是希望。 这个就是业障。 神业障者, 来自一个无名的心。 这样就很清楚了。 业障本空了, 没有智慧。 你就业障时时刻刻都会产生。 你怎么消也消不完咯。 所以, 为什么师父借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听经文法呢? 哦, 了解了这一次。 原来业障是起义那颗无名的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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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